法藏被肆意红身 飞舞进阶 这是法藏 代表我们所说的 佛讲三个字 这个意思太神了 那如自思维 如自导致 如阴自识 那确实太神了 飞舞进阶 不但六道 听不懂 阿罗汉 也听不懂 全教菩萨 听不懂 地上菩萨 原教地上菩萨 听到四东 非东 到八地以上 才真正听懂 那我们看 念老的诸解 这个大段的诸解 很长 大解 诗词 红 大 也 敬者 心所 心之 所犹豫 探缘者 为之敬 如色 为眼时 所有旅 为之色剑 乃至法 为意时 所有旅 为之法剑 这讲境界 佛说的意思太神了 不是我们境界 这三个字的意思 太神 大就是广 广大 没有边际 深度 也没有底蕴 没底 下面把境界 说到 境界就是 我们 心 所圆的 地下 言 圆 死 阿 耳 圆 神 耳 圆 的是 阴神 这个言 所圆 的是 死 那 鼻 所圆 的是 香 尸 所圆 的是 微 身 所圆 的是 粗 意 所圆 的是 知 六根 所圆 境界 不相同 啊 啊 又 摄像 之理 为妙之 是 犹豫之 之所 也较紧 啊 属于 法 尽 摄像 之理 就是 自信 那 这什么境界 鸣心 借心 这三个字 他就懂啊 啊 谁会难大死 一句话 提醒了 毁灭 毁灭就开悟 你看悟得那么快 什么原因 用真心 我们真要舍 用真心 不用我心 真心能开悟 忘心学的是知识 真心侮辱的是智慧 智慧的境界 无量无边 知识的境界 非常有限 那 我们读到这里 要深深反显 学会用真心 啊 用真诚心 待人介物 确定 不吃亏 那 人一般人 怎么想法 他对我是虚妄虚伪 我为什么用真心 对他 殊不知 他用妄想对我 他是凡夫 我用真心对他 我是佛菩萨 不一样啊 不吃亏 都是我们的妄想 在做谁啊 不愿意 用真心啊 真心呢 真心干干净净 一无所有 我们看 来福斯的三生 他们用真心 海行用真心 海庆也用真心 还提出一个老德和尚 那个老德和尚 也用真心 那 别人骗他 捉弄他 欺负他 别人是用妄想 他完全用真心 他得真实力 他接受 别人那么样糟蹋他 侮辱他 他全接受 他见到佛就拜 人家指着牛粪 这牛粪里头有佛啊 有佛我就拜 他就看到佛 日本人看这个呆子 他真理点不太 完全有真心 那 捉弄 你们捉弄是一回事情 你们在开玩笑 信一下 他的真理 在他心里是正福 为什么 一切化中心 像这 你告诉 牛粪有佛 他心里是真有佛 那个一点不假 这个礼 我们也从高千祖 高明的 阿 尼 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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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佛 阿 尼 佛